你们平常看什么体育赛事 就看足球比较多 因为我这个年代感觉就是 已经到了就是 中国队一出场就赢的那个年代了 一百都赢 没输过 很少输 我是观众 重视的乒乓球观众 就是这几个 比如说他们打团体赛 这是最精彩的 团体赛谁先出 谁先出 谁先出 打团 一看上去 总到这个时候 电视机的话 就从你们四十 四一 四二 达到天津这个 就不用说的 对 好多人说 说中国评论他什么时候输过 根本没输过 很多人还真不知道 那一段 而且我觉得其实他里面的那个 就是他的精神力量是太大了 就像我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看 就是看 看比赛是 因为我 我失落的时候就特别爱他 就是特别 特别失落的时候一看比赛 他就能给你能量 经常是这样 他非常直接 只给的 你又看在赛场上拼的那个 拼的那个运动员 然后特别是 我们国歌想起来的 就直接麻酥酥的 你那个汉膜能塑起来 在那一刻 那个看电视都很激动 对 站在领奖台时 国歌想起来的时候 你看很多运动员都流泪吧 就不知不觉的就 控制不住 不住 我无法 打扮了 不要 打扮了